省则省 金门酒糟厂最近出现了省前大作战的奇观了 因为酒糟很营养嘛 那么大家可以免费带回去酒糟当饲料 可以拿去卫生处啊 所以很多人都不怕刚刚出厂的酒糟高温达80几度 就冲到了现场一产一产的 一定要赶快把酒糟给赶紧的运回家 机器运作的声音震耳欲聋 热烟不断冒出 代表新一批的酒糟马上要出炉 民众已经迫不及待 告示牌上明白写着 民众最多每日拿走100公斤的酒糟 但是排队的民众可管不了这么多 有民众凌晨5点就拿着铲子 大布袋甚至开来卡车 想尽办法要把酒糟带回去给牲畜当饲料 晚到的民众在现场抢不到什么 直说实在太离谱了 你看外面有时候这边就喊一个100公斤 这边就这样太离谱了 那你就先去蒙特酒的时候 人家先三両就比较少嘛 对吗 那金门的一般的农牧业者 这些牛汁 羊汁 他就会依赖酒糟来过冬 所以一般冬天每一年 酒糟就会比较不够 市牧业者常用酒糟当成饲料 不仅营养价值高 在金门地区还可以免费拿取 难怪这些民众现在经济不仅气时抢破头 带回一卡车一卡车的酒糟 不仅省下口袋钱 也让续养牛羊不会饿着肚子过冬 现在酒糟场已经协调 在过年前两天全面开放民众 进来酒糟场拿取 避免民众冒着高温又抢破头 中间新闻李俊龙 陆一珍 中间金门采访报导